大家好 上次跟大家聊了聊手机壳 今天我们再说一说贴膜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物件 也许还真有很多你们不了解的地方 有个故事 2007年第一代iPhone发售前的一个月 乔布斯在办公室里面大发雷霆 说自己的iPhone屏幕玻璃轻而易举的就被划伤了 时间紧任务重 苹果寻遍了全世界的供应商 才找到康宁 这个160多年前给爱迪生提供过玻璃灯泡 但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厂商 他们连夜更换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80%的智能手机表面用的都是康宁大猩猩玻璃 每次康宁的宣传视频都很唬人 刀割不坏电钻不破的 常年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骗局的原理 决定屏幕会不会被划伤的是漠视硬度 从0到最硬的钻石分了10个等级 大猩猩五代的漠视硬度在7左右 远高于刀和电钻的5.5 但是遇到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漠视硬度同样为7的沙利 那就是等死 所以你看视频里面什么都敢用 就是不敢用沙纸 而日常生活中 手机屏幕又无法规避沙石沙利 所以想保护手机的屏幕最后还得靠贴膜 只有在漠视硬度是久的蓝宝石屏幕出了以后 才不用贴膜 贴膜从材质上分成两类 高清膜和钢化膜 高清其实就是塑料膜好听点的叫法 漠视硬度在2到3 跟07年乔帮主手上那台iPhone是一样的 买的时候一般很透亮 但用着用着就发污 咱们就别考虑了 钢化膜是玻璃材质做了钢化处理 增强硬度 时间久了以后也能保持很好的透光性 而且表面可以做涂层 增强输油输水性 提升手感防止纹 缺点详细也知道 玻璃芯易碎 贴膜只推荐大家考虑钢化膜 我们在淘宝搜索iPhone钢化膜 琳琅满目 但是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全屏钢化膜 但是大家买这类的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由于6和6s的屏幕边缘这个弧度 全屏的钢化膜 一定要买这种边缘做3D热弯区处理的 才能保证全贴合 否则一定会起边 热弯全屏钢化膜是成本最高的一类 但是它视觉效果好 整体感强 不过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 玻璃的边缘直接暴露在外 很容易就碎边 如果钢化膜的工艺做得不好 整块整块的碎裂 还非常容易伤手 以我的经验 新膜入手 不管怎么细心保护 三四周内必定碎边 于是进化出来第二类 就是中间屏幕的部分是钢化玻璃 四周是树脂塑料的软边全屏钢化膜 这种膜不但继承了全屏钢化膜的视觉效果 还彻底解决了碎边的问题 而且由于玻璃机材是标准的矩形 用的面积还小 而且还不用挖孔 所以成本比全部都是玻璃的还会低一些 但是买这种膜又要注意三点 第一 不管商家吹什么软边的材质是PET还是碳纤维 其实都一样 都是树脂塑料 做得差的塑料感会非常强 贴上以后手机都会变得跟山寨的一样 做得好的就能非常接近玻璃的质感 但是想和玻璃完全一样的手感 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 既然是树脂塑料 所以它四边的抗滑性能肯定是不如玻璃 第三 HOME键一般都是冲压出一个圆孔 四周无法像全玻璃模那样做2.5D的打磨 可能按HOME键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歌手 第三类就是这样标准的无边钢化膜 无边膜只覆盖屏幕是平面的那一部分 会有一圈明显的分界线 看着稍显的别扭 但是由于它不与外界接触 所以碎边的情况要好很多 无边钢化膜理论上可以做到三者之中最薄的 防滑性能比第二类要好 HOME键边缘可以做2.5D打磨 按下HOME键的手感也是三类当中最好的 三类膜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你要是土豪可以常常换新膜 那建议你用全屏钢化 要是能够接受这一圈的分界线 就选无边的钢化 忠用一点的建议你选全屏软边 决定好类型以后再具体挑到底要哪款 我建议大家有三看三不看 先说三个不看 第一不要看商家的硬度描述 一般商家的硬度都会标一个9H 难不成是末世硬度能到9 其实它指的是硬度为9H的铅笔划不出道 所有的钢化膜硬度都可以说 自己是9H 所以看了也没有用 第二不要看防不防偷窥 防偷窥其实就是利用偏光片的原理 只有正面能看清 稍微侧面一变就变暗 商家宣传一般钢化膜的透光率是99% 这个是真实的 iPhone500多尼特的亮度屏幕 贴上膜以后只降几个尼特 但是一贴上防窥膜 即使正面亮度也能直降个150 地铁上是方便了 但是多数时候纯属是自虐 第三不要看防不防蓝光 科学已经证明了 看些暖色调的的确会让眼睛更舒适 所以有些钢化膜会过滤掉一些蓝光 让屏幕色彩更偏暖一些 我们测了一下 色温能够低个200k左右 这个功能说实话 对有些人还是挺实用的 但我们毕竟是天天专业测手机的 一看到不准的色彩就难受 如果需要黄光来保护眼睛 我宁愿是打开手机里面的阅读 或者是护眼模式 翻看是看什么 一最重要的是要看玻璃机材 目前国产的机材厚度都是0.3mm往上 好一些的用进口日本AGC的 也就是索尼手机曾经用过的玻璃厂 能够做到0.2mm 最好的会用到美国康宁 或者是德国肖特的 能够做到0.15mm 但是价格也随之升高 全屏的康宁钢化膜得7-80块钱 要是边缘弹3D热弯的 那就得100往上了 进口的机材不光可以做得更薄 强度和柔韧性也会更好 二是看涂层 滴滴水或者油 看是否凝聚成水滴 滚动不留痕迹 效果越好就说明输油输水性越强 也就是防止纹性越强 当然了也别太指望 涂层这个东西用一用就会消失 好一点的镀膜工艺 能够保持几个月还能有效 第三就是要真刀真枪的测一下硬度和碎裂 这一项不破坏还真是无法知道它的真正实力 用同样力度的砂纸去打磨 不同的钢化膜损伤程度好坏的差距还真是比较大 另外弯曲至碎裂以后膜一定要均匀裂开 而不要整块的掉落才会更安全 我们也是测试了市面上N多种各式各样的钢化膜 才定制出来了符合我们要求标准的艾否薄荷糖 它采用了日本AGC的玻璃机材0.2毫米厚度 不是市面上最好的膜 但是性价比还不错 换了也不心疼 首先上市的是无编款 定价29.9 照例上市特价一周 19.9包邮 近期定价是39.9的软编全屏款的艾否薄荷糖也会上市 敬请期待 这两款钢化膜都可以与艾否薄荷糖手机壳完美配合 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手机不小心碰撞后 钢化膜碎了而屏幕没事 于是感慨 幸亏有了钢化膜 省了1000多的换屏费 其实钢化膜的本质和康宁大猩猩玻璃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康宁用在手机屏幕上的技术 毕竟是世界领先 强度和容忍性都十分优秀 所以真相是 面对冲击 钢化膜的确帮屏幕扛了一刀 但也有时候是咱们的膜太易碎了 一次没什么威胁的撞击就可能阵亡了 贴膜最大的作用是遇到沙利划伤以后 更换成本更低吧 用不着太神话钢化膜的作用 好了 无论您是不是光顾爱抚商城 希望您都能够通过这期节目 明白钢化膜的那点事 我们下期再见